是否要進一步減價事 立即和大家談談 不過Michael也提醒大家 海外因素 海外市場的擴張速度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你想就著現在的市況 定到這麼亮麗的指引 照計應該都會努力地追著目標 賣公司業績後 還有一點就說明 CEO說明就說 未來五年都不會推低過20萬元人民幣的車款 這個定位叫做挺清晰 挺明顯的 但會不會暗示減價的空間真的有限 上季我們看著這個毛利率有得升 受惠於理想溫的庫存 撥比調整 抵消平均售價下跌 拖累 說到去年有兩成二的毛利率表現 真的很不錯 不過問題是 你想定這個銷售目標 會不會大家的市場又會擔心 其實是否過分樂觀 還是可能集團自己已經計算了一條數 覺得自己真的有足夠的空間 可以寧願犧牲毛利率 去到繼續追過銷量來達標 可能它有些有保留 就是有些秘密武器寄出 我不知道 但是始終我想繼續走進去 都可能有機會事例在一邊 有機會要再一個修訂或者一個調整 那毛利率方面反而我就覺得 其實這個它做了一個很好的市場指標 但是今年來面對著 譬如可能是說營運的成本 或者如何控制電池的第一支 現在的理價或新能型項目的價格繼續下跌 在這方面它是否有條件可以叫做作用比較好 變成如果這樣一路繼續有一個下跌 電池成本之前大家也知道 佔了電能車來講很較大的一個佔備 那是否它都有條件 其實只要保留著那個毛利率 某程度可能用價格將就回都可以配合得到呢 這個其實我想都可以值得再看看 當然它就說定位給大家定心院 不是需要去割價去做這個 但是如果你適度地有個調整 配合時場主導 那這件事我又覺得它沒有得講得那麼死 或者全年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都不知道 是不是 不過如果對比同業來說 剛才也幾次提到它的名字就是比亞迪 其實是否真的練得過呢 看著你想自己都揚言說 今年要成為豪華汽車品牌的銷量第一 今年的銷量他看就當然要練得過比亞迪 才可以叫做第一 不過比亞迪在說今年全年的銷售目標 要去到400萬架 即是你想現在說的目標的五倍 如果要爭第一是不是言之上早呢 其實跟比亞迪來到年的話 最重要因素還是看著什麼呢 是不是都是海外市場這個人 是的 還有你說什麼第一 如果你說銷量第一就真的不容易 你看看比亞迪 比亞迪我都覺得它的銷量 其實真是去到天花板 在內地方面不容易再面對著 一些大品牌的競爭對收引入 傳統汽車來說都是改善換代的情況之下 其實增幅增長是難的 但反而理想汽車就說 以一個絕對數目 我又覺得80萬和400萬 當然是一段距離 但如果以增幅增速就未必一定差 但是看它怎樣推動 是不是真的它有條件 它的所謂理想的定位 就是做這個豪華車 以及鎖定在中高檔的汽車的路線 是不是真的可以維持到龍頭的角色 然後看著理想的股價表現 業績之後 剛才也說了 急彈了兩成半 走勢上已經升穿了幾條主要移動平均線 拋離同業其他的車股 2月份來計算了 累計升了六成七 之前幾天都未見到有個明顯回吐在 價錢為何不肯下 是不是真的等著今天三點正的發佈會 尤其是公佈完車價之後 大家就真的可以定奪到股價 應該怎樣走呢 最新曾經輕微轉跌的見到股價 不過跌幅又不是很多 暫時來說 現在的走勢繼續很淡增設 如果以這個星期的升幅 已經有兩成六那麼多 高位回吐的壓力是不是都大呢 如果真的要調整的話 怕不怕可能跌幅都會深一點 我有自然調整是合理的 這陣子我想推動上的多 第一就是之前 我發現原來整個行業是體坦的 但是它的業績是交到功課 令下相看 資金集中度比較高 如果現在來說資金 我想用駐馬控制風險不高 或者本身投資的駐馬 比亞特始終駐是比較大的 所以也都令到 不要一直說省咀機的投資者來說 今年的電動車 電能車的看法 和去年可能的看法都不一樣 都不會這麼快增加那個 多個配置 但是如果你說輕張上陣 或者有業績去撐 寧願股價高追 但是未來的增長都繼續配合得到 寧願都是放在理想身上 所以這是造就了股價 正如剛才所說的 這麼短時間可以累積 跌散眼鏡之後 可以有這麼的跌幅 但是你說跟著來說 真的累積升那麼多 我又覺得 需要一個合理的調整 這個我想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我想始終十天線 或者可能是86元這些位置 其實手得到我都算是合理 都如果未跌穿 都應該未需要太擔心 或者改變了今年它正面的看法